弟兄姊妹 大家新年蒙恩 你们好像年还没有开始 新年蒙恩 在华人的社会 尤其是在奴隶新年的时候 最多人讲的四个字是什么字 恭喜发财 听见没有 恭喜发财 我们通常见面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恭喜发财 但是在华人的社会里头 大家一见面的时候 叫做恭喜发财 新年就是发财 以前在我村子里有一个家庭 有两个儿子 也是我的小朋友的那些晚伴 他家里很穷 但是父母想发财的心里很强 生了第一个儿子 就叫他恭喜 月儿子叫他发财 所以每次我到他家里去要找两个朋友的时候 我都问恭喜发财在吗 他妈妈说恭喜又没发财 新年有一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字是什么字 福 福 福这个字 福这个字在华人的概念里头 尤其在新年里头是一个意义蛮丰富的一个字 我刚才从这个餐厅走进来的时候 发现我们餐厅那个 那个我不叫做大门 那个叫堂门 那边也贴了一个福字 有没有注意的 有 这个福字很有意义在华人的观念里头 而且大家也把它形式化 所以写一个福字 要怎么贴 贴要贴得对 贴得有道理 不然就没福了 这个福这个字基本上 如果看到这个中文字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 旁边那个 部首是一个神的含义 然后 另外一边叫做一口甜 所以福这个字 象征了华人的概念 就是你要讲福啊 还是好像是一种应训 一种神明能够带给你的一些好处 福这个字 在华人的社会里头非常重要 但是要怎么贴 所以过年的时候要写一个福字贴 贴在哪里呢 贴要有道理 第一个字叫做抬头符 就贴在门的上面 一抬头就看见那个符 然后贴门符 贴在门的中间 还要贴个道符 贴在下面 所以意味着一年符从外面的领导 而且字呢 要先大后小 从外向里的一种概念 而且符这个字也不是随便有感动要贴 应该最好贴的时候就是山石 然后太阳下山之后 等符的领导 把符这个字倒回来贴也有很多的道理 为什么倒回来贴 说明什么 符道 这个符道有两个意识 一个让符领导 但是也有人是一种转运的象征 比如说情况不好 希望贴这个符倒回来贴 会带来一种好的印象 所以在家里 凡事不顺的地方都贴 平常煮饭不是很好吃的厨房 也要贴个道符 希望明年会煮得更好 常常睡觉睡不好 在床头也贴个道符 希望将来有好处 也看过有些人在马肚也贴一个 我在想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马肚阻塞还是肠胃阻塞 符这个字充满了人的一些想法跟道理 甚至一些民间一性的概念 那符这个字其实 在圣经里头一点都是不陌生的 是圣经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所以要正在了解福 不能够从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去理解 而且我们做基督徒要明白 我们一些的概念想法都是从神 从他的教导来的 要慢慢学习把一些我们传统的观念 还有古人的教导 能够转到以神为本的一个神学观念里头 所以要明白福 一定要从圣经来理解 在福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叫阿斯瑞这个字 是复数加强名词 意思说强调上帝所赐的福 是无限的丰盛和好处 只要来自上帝的福 你不需要导天因为祂是自己来的 不是因为你正天导天可以控制祂的领导 但是乃是因为丰盛而来 希腊文用makarios这个字来代表 就是耶稣所讲的八福那一个福 如果你看耶稣讲那个八福 是神的领受神福的那种人的本性 这就是真正的福在这些人的身上 所以当圣经说有福了 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志词 意思说没有神真的没有福 不管你怎么贴他都不会领导 所以谈福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这个概念上 不是建立在钱财上 也不是建立在物质的丰富上 也不是建立在我自己的财感上 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 意思说有神的同在就有福 有神的眷顾和保守 这个人就有福 这个福所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健康 家庭的幸福 在事业上有成就 生活富有 生命美好 对前景有信心和把握 这是福的一个层面的含义 做人要有智慧 这就是福 碰见问题的时候 知道怎么处理 甚至在苦难的时候 不安身叹气 知道怎么度过 这个就是福 所以圣经所讲的福 是远超过我们华人以物质为本的一个福的概念 那今天我要从这个生命纪二十八加密度到十四节的交道 这段结文 这段结文是有点长 但是他强调人能够蒙福 不是自然而然 也不是理所当然 也不是说我配得的 人能够蒙福 完全建立在一个听众神 谨守遵行他的诫命 是蒙福的原因和条件 这个是最基本 福不是自自然然的来到我们的身上 也不是我们去求就可以得到 福的理道 乃是因为他的子民 因为因素的门徒 以及他的教会 愿意遵行他的话 而带来的一种好处 不活动 这段经文是长一点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念 今天我们用情音的方式来念 我念第一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一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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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这个有点不对啊 下来一张 跳了 不要识 OK 你在耶和华 你在耶和华向你业主启示应许赐你的意识上 他必使你身所生的 身处所下的 一所残的 如咒作有意 耶和华必为你太天上的福 按时将你在你的地下 在你手里所按的一切事上 此处于你 你必先为许多多名 却不知向他们切开 我必同意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却不知你所奋复你的 尽手遵行 五篇左右 也会随从事弄别神 耶和华又必使你所奋处到的 但与你党的福尽象 二十八章这一段经文 尤其是生命纪二十八章 其实它有两部分 一到十四节 讲到神的赐福 但是从十五节 一直到五十几节 比这一段经文 大概长了四倍 五倍 这么多 都是讲咒诅 所以我在预备奖章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知道我是只能够讲福 不能够讲咒诅 因为我们过年了 将来有机会再谈这个咒诅 第一段经文 基本上就谈到祝福跟咒诅 这一个问题 是摩西在讲完这个律法 把一切都吩咐以色列之后的一个总结 摆在前面的是以色列人的选择 到底是祝福呢 还是咒诅 是他们的选择 这个选择其实一点都不难 摩西说就是尽心 尽心 尽意 爱你的神 然后遵行祂的律法 谨守祂的话语 那爱神是一种关系 是一种心态 是我们内心对神的一种伪神 是非常主观的 是非常重要 但是说我个人是主观的 这个我们都明白 但是爱神 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经历 一种伪神的意愿 也有一种客观的一种条件跟遵守 意思说爱神的人就遵守他的话 就像耶稣说的 如果你爱我 你就听从我的话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 你发觉它有个前框 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 这个前框就是一到十四点这段经文 他的前面的框就是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听从 谨守 遵行神的话 而在第一节 他说你如果留意 什么叫留意 英文说pay attention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留意 因为不知道留意的意思说 我知道什么是重要 什么不重要的 重要的我就注重它 这个叫留意 你要听从 那中文创成听从是很有意思的 在启示在希伯来文里头 是听的意思 听就是做 那圣经每一次讲到听的时候 就是做 我们听道是为了行道 没有人说我听道是为了要听 我听道就是行道 还有谨守遵行 谨守就是说 你可以的 你很严谨的 去实行神的话 然后第二节 也也重复这个听从这个字 所以在钱框里头 这个听从神 实行神的话 是主要的观念 所以你要讲到福 他先前的条件中 我们有没有去遵行神的话 如果有的话 上帝赐福的应许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 第二节下半节 就说 这以下的福 你追随你 迎到你的身上 这个追随这个字 其实 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动词 讲到这个福 这个福忽然间好像 活生生的表现出来 然后在后面追我们 非常激进的 非要把你抓到不可 所以这个福就追随你 淋到你的身上 这个字 曾经用来描写到 扫罗怎么追赶大卫 非要把大卫追到不可 你没有被这个野狗追过 就有点事 你要跑 要跑票 因为他要追 我们不希望野狗追我们 我们就跑 但是如果神都不追我们 我们跑吗 我们当然就跑 我们转身 让他临到我们 诗篇23根也用这个字 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 神的恩惠慈哀 对谁 同一个字 神的福 是临到我们的 是找我们 不是我们去找的 你知道我们的想法 最大一个误差是什么 我们去找福 找不到的 也是找到的 也不是真正的福 也是短暂的福 也是短暂的福 是神的福找你 找他 是他找我们 不是我们去找他 再快了 这个 后光呢 就是13到14节 同样强调这个遵行神话语这个事实 你若天从耶和华里神的诫命 谨守遵行 所以这段经文里头 你发现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遵守神的话 然后福在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 我们所得来的一切基本上是 这是我们人所想的一条处境 不是来自神 神所赐的福跟我们人找的福 察觉的很远 一个是暂时 一个是永恒 一个是虚空的 一个是蛮有意义的 一个看起来好像很荣华 其实里头充满着忧虑 所以正言也讲到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张 忧虑 然后你在这段经文 从第三到第六节 我用一个题目叫做四面蒙福 所以事实来说 我们怎么贴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而且这个经文美得不得了 讲到四面蒙福 我们人最不要的叫做四面埋伏 这个是四面蒙福 我们一出门 这个敌人围绕着我们的问题 一大堆 我们好像陷在被人四面埋伏的困境里头 但是这节四节经文了解的是 这种四面蒙福 第三节说 你在城里并蒙福 在田间也并蒙福 很美啊 城里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在我们所住的居住 你看这么蒙福 你在田间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就是你的公司 你也蒙福 你生所生的 就是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 我的后代 还有地所产的 生出连那些牛羊 牛土羊羔都 被蒙福 如果我的牛羊不快乐 你想我会蒙福吗 如果他们天天都不高兴 一看到这个主人 他们就骂 后面咒诅你 那你怎么蒙福 所以这个生 地 牛羊 这一个全面的景象 受益主 神完美的生活 生活的环境 都被蒙福 你的框子 框子就是那个锣 就是夏天收成的时候 你刚回来那些土产 这是框子 一年的工作 一年的收成 都蒙福啊 不是说到了年尾收成的时候 篮子是空空的 你是满载而回 然后你把这些食物粮食 你搬到厨房家里 那些麦子 你就开始做面 那我们的华人 特别是中国人 很喜欢做这个饺子 你做饺子也蒙福 你弄的面皮特别好吃 不会说一放到水里就散掉 全面人都必蒙福 你出入也蒙福 这个出入可以讲到 我出去已经回来 但是在这里 它也包括了 你早上出去 到你回来之间 那一段时间的活动 是蒙福的 它不是单纯讲到说 你早上出去平安雨泪 它是讲到我一叉住门口 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分钟 每一个小时 在这一段时间 你样样事情都蒙福 它描写了一个非常美的 一种生活的环境 我是很向往 尤其在这个时代 你发现我们的生活 家庭 从城里到田里 自己以及我们的牛羊 以及我们的框子 以造厨房 每一天的活动 有时候我们都满着挑战 但是你发现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又愿意遵行祂话言的时候 你发现 一切都是在蒙福的状况 所以这个Ashrei 这个字很有意思 Makarios这个字 在圣经里头 因为它不只是讲到很有钱 它只讲到 连那个核没有钱的人 他是蛮有信心的 他是蛮有盼望的 他是蛮快乐的 就算那个核有钱的人 你发现 他也是很有把握的 因为他也不会因为钱财的缘故 而失去爱神的心智 他知道怎么使用他的钱财 他生了孩儿女 他不觉得这是累赘 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喜乐 孩子也以他的父母为骄傲 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儿女为将来的盘夺 他的工作他觉得有意义 连围在他周围 那些牛羊朋友 都觉得一看见你 就称你为友 所以这是圣经所描写的一个非常 好的一幅景象 所以在三到第六节描写了一幅 成立田里的蒙福 子孙田地 深处兴旺的蒙福 还有家道工夫的蒙福 还有出入的一种平衡 然后从第七到十四节 也深入的去描写 神赐福的恩典 有时候我们太多的一种抽象的概念 不太明白神怎么赐福给我们 福不是单纯可以用多少钱 神父有多富有 还衡量的 那就是只是一个层面 福要从多方面完整的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些强助跟好处 所以我用七大恩典来描写 神怎么赐福给我们 第七节他说 仇敌起来攻击你 耶和阿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 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必从七条路逃跑 在以色列将来进入迦南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敌人 这个敌人是很厉害的 可以灭掉他们 神说你在这方面 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是蒙福的 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情况里头蒙福呢 你能够打败敌人 也需要有条件 所以摩西对耶稣要说 你要刚强要壮胆 你要有信心 你没有信心 你不能够战败你的敌人 他也告诉他说 你们要有智慧 要有策略 这意思说 你必须有充分的资源 才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 不是靠殷勤 是靠 刚强壮胆 有智慧有策略 至少要把仁意没得好 但是这个还不够 因为圣败不是人靠人 圣败乃是靠耶和华 所以经文说 耶和华 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 不是你杀败的 是耶和华 我们生活充满的挑战 好像一场战争 靠自己是需要的 但是靠上帝是必要的 神可以使你的仇敌 一条路来 什么叫一条路 就是非常有力量 非常重心 来攻击你 但是必从七条路逃跑 七条路 就是完全的被打翻 这是弘国 怎么胜过生活上的挑战 这是可以拉的路 第二方面 事业成功 在你仓房里 被你所办的一些事上 耶和华所灭的福 并临到你 也把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 施负给你 仓房 就是收藏这个产品 无用的一个仓库 就是我们所做一切工的一个结果 事业是不容易 工作也不容易 需要靠勤劳 也是需要靠智慧 更需要靠神 我们今天组织工作的时候 很想 很少想到 把神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 其实 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 我们去上班 不是自己要上班 我们去上班 还是因为主 呼召我们去上班 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主 让主来领导我们 甚至在一个不幸的世界里头 为主工作 使神可以把我们的工作 成为祝福我们的管道 所以经文才说 耶和华所命的福 必领导你 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头 耶和华所命的福 意思是说这个福 是听上帝吩咐的 不是我们所超度 超过你 神对这个福说 你到这个人的身上去 因为他是母福人 福就听上帝 你看福会听上帝 他们听从上帝的 我们要学习听从神 然后配合上帝的旨意 这个福就临到你的身上 第三关系方面的 你若谨守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 他必照说 向你所起的事 立你作为自己的圣 是跟神的一种关系 是最蒙福的关系 所以每次圣经讲到福的时候 他不是单向的讲到这些工夫的职业 他乃是说 这些职业是来治神的 原因是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听出 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优先 就是跟神间的关系 有神什么都有 没有神 就算有 也基本上对也没有 这个关系蛮重要 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开始 如果我跟上帝有好的关系 那我就跟我的家人有好的关系 跟我的妻子 跟我的丈夫有好的关系 跟我的父母有好的关系 跟朋友跟弟兄姐妹有好的关系 这是人神关系 是一切关系的基础跟起源 这是蒙福 一个最蒙福的人 就是跟神有关系 耶稣在八福里头 所讲的都是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虚心的人有福了 第四 受人敬佩 天下万年建里 归在耶稣的名下 都要聚旁 伊色列人算什么 在旷野漂流 长大的一个民族 看起来见识也不多 文化也不高 是一群游牧的民族 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比较佳南人来说 人家比你先进得多 因为他们是住在城里 而且在城里 是非常进步的 有商业 有买卖 有各样的社会制度 那一些人在旷野 一个群体飘来飘去 吃的是麻辣 还有一点点的鞍唇 你有什么呢 人家怎么会惧怕你呢 如果天下万人惧怕你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归在耶稣的名下 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做神的致命 比如说我们真的是轻看自己 不好意思跟人家讲 因为我们是信上帝 信上帝做基督徒是我们的本钱 超越我们民族的身份 超越世人的身份 神的百姓是以众不同的 这个不同是因为他们生命的不一样 他是圣民 Holy people 所谓圣民是他的本质 是他的个性 是他们有公义 诚实 良善的特点 爱情的特点 这个叫圣民 这是世人没有的 这是一个世界 是不信神的世界 是一个异教的一个世界 有一些人要尊敬我们 他不是因为我们有钱 他尊敬我们是因为你有钱 而且你有品格 我也看过很多有钱的人 我一点都不尊敬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品格 但如果一个人有品格 你没钱 我也尊敬你 你没有财主 我们也尊敬你 你没有民意 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也尊敬你 因为你的公义良善 爱心 是你最大的本钱 有 做作有意 你在圆滑向你列祖起誓 应许赐你的地上 他便使你身所生的 身处所下的地 从山的都 做作有意 广东人看到做作有意 即刻就想到一档拍什么菜 真鱼 真鱼 有鱼 有鱼 有鱼就是 表示 过年有道菜吃什么 鱼 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鱼 但是这个做作有鱼呢 这个概念就是说 上帝赐给我们的 总是超过我们人生所需要 我对这个做作有余的解释是蛮简单的 它不是量有多少 它只告诉我们 Modern unit 超过你所需要 就做作有余了 对不对 如果一天我需要两碗饭 那上帝吃我两碗饭 那就做作有余了 我不需要有十碗卖在那边 如果一个月我需要一千块来生我 如果上帝吃我一千一百块 那我就做作有余 我不需要三千块 如果人生总价起来 我就需要这么多钱 那只要我超过这个数目 就做作有余了 那人的问题 对这个有余这个概念 是从个time的角度来想的 其实我们人的需要 上帝老早都定好了 有些东西太少是不够的 太多 多一点就是太多了 印度有一个人他问说 到底一个爸爸他有一百万感到满足 还是有七个孩子感到满足 哪一个满足 有一百万人会满足吗 有七个儿子会满足吗 你都不要再生了 我们就满足了 如果你希望两个孩子 那你两个你就满足 再生一个 你都觉得是一个重担 到这个buffet餐馆去吃东西 那个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满足感 不能够一直吃的 不能够吃回本钱 这样不可以吃 因为神给我们人生所有 那些事情 他到一个地位 就到位了 你再多 基本上是没用的 所以为什么圣经很在意 在十诫里头 最后一条诫面说 不可 贪心 一个贪心的人 不会蒙福的 一个人 他够了 他就蒙福了 做作有余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神赐福给我们 尤其我一直想到 Earvine这一带的弟兄姐妹 这边的居民 在全美国来说 这是一片比较富有的区 以前我跟人家说 我住在Lancaster County 你看人家说Lancaster在哪里 我现在跟人家说 我住在Orange County 哦 OK 他知道 Orange County 人家都知道 在美国是一个 比较有钱的一个区 Lancaster County 这个农业的地 丰富 并不表示我们快乐 所以一个蒙福的人 就是知道 在足够的情况 去享受上帝的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 第六 蒙主 耶和华必为你 开天上的夫妇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事负给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且不知向他们借来 在这里其实是讲到一种经济的一种制度 我们今天是讲经济的时代 没经济就是没有希望 没有福 讲经济 每个国家讲经济 每个人都讲经济 讲钱 经济从哪里来呢 当然人要去运作 要去推动 要去发展 但是人手所做的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处境呢 我自己是很多问题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这种经济制度 是很不清楚 而且很多危机 很多问题 我们一直要发展 一直要发展 一直要向前进 最近 我上周在Finnis 跟一班学生谈话的时候 他们都是高科技的一些员工 我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这种不断竞争的一种社会的制度 工业的制度 正常吗 他们都说不正常 因为他们本身在银河上班的 在高科技 他们都说不正常 经济不能够拿来竞争的 经济必须建立在神的恩典的基础上面 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被为你开天上的户口 钱从那里 那个treasery 我们讲treasery 那个偿钱的地方在哪里 在天上 神给你打开 他就下来 而且是暗时 慢慢的 逐渐的降在地上 雨水下来的时候 然后农业就生产 你生产之后 你收割回来 卖钱 这个就是钱 这个就是经济 而且有的钱也不是乱花的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用它 乱花钱的人 有一天你变成欠债者 但是神说你必借给人 却不是 是向他们借的 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借钱太多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为了一种生活的 挺没有意味 所以 为了要建立一种生活的阶级 我们也是欠钱 欠钱 这个事情有时候需要的 但是要很小心 要仰赖神的眷顾 第七个恩典超乎万云 你若听从耶华你神的戒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谨守尊情 不偏左右 也不随从 侍奉别神 耶华又必使你 若所不作为 但居上不居上 我们希望在上面 不希望在下面 那这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头 其实耶稣讲的是你要做头 你反正要做仆人 但是这里是说 我们在各方面 我们不是落后的 在哪一方面我们不落后 第一 我们有神 第二方面 我们有一个品格 第三面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资源 这也表示我们不落后 你若留意天中耶华你的神 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会使你超乎天下万云之上 我们要知道这句话 不是现在讲 这句话是在四千年前讲 这摩西对以色列人讲 那以色列人当时 新创业的游牧民族 根本就 没有受过什么很好的教育 四世年他们只 学一个教育 就是听上帝的律法 也没有数学 也没有医学 怎么都没有 只有神的律法 学什么功课呢 就学认识神跟祂的律法 将来你会超乎万云之上 谁敢讲这样 跨头的话 你这群民族 你可以成为万云之上吗 今天你看犹太人 你看他们的表现 你看他们的才华 你看他们的智慧 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群体的表现 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 乃是因为他们相信神 遵守律法 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件 所以他们超乎万云之上 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的时候 你看见以色列人其实只有几百万人口 但是围在周围的 这好几千万他的敌人 就对他们没有办法 基督徒更与众不同 他们有旧约 我们有新约 我们更懂得多 所以神赐福给我们 是很肯定的 最后一点 神性是赐福 所以你在这个经文里头 你发现所有赐福的动词 都是神为主格 不是人 没有一个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都是耶和华怎么样 耶和华使 耶和华命 耶和华利 耶和华使用力 耶和华开天上的藏口 耶和华使用力 居上不居下 神的工作 所以一看到福的时候 基本上就看到神 旷野十四年 有时候我们在想 到底在学什么功课呢 当然是对他们的惩罚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摩西讲一句话 四四年的飘旅 为了苦恋你们 熬恋你们 管教你们 只学一个功课 就是 人 活多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耶和华 可一所处 对 一切话 不是说 不必吃饭 吃神的话 读圣经就好了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要生活 真的不是靠 有多少钱财 有多少物质 我们真正好的生活 乃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教导 去活现出来 这个叫做靠神的话 他左右我们的思想 引导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讲什么 都是建立在 遵守神的话语 这个基础上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赐福的源头 我们愿意把这些荣耀歌归给你 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歌 万福全员 站起来 不成神万福全员 就是我心常赞美 主持恩典 如水长流 因高生受主恩惠 愿主教我 尝试和弦 如天时朝对主见 主持恩典 主持恩典 世无穷尽 永远满地 不更别 我要你 是 纪念主 恩 望主帮主 到母亲 指望上主 永远领导 使我 安然 到天地 我路 望 要 迷失真路 主 在路 这 的心中 旧 佛 为 我 舍命 主 学 和 地 正 和 每日 同 主 是 安 无限 付出恩 债 永远 还 愿 主 本 天 独人 千年 喜 我 死 快 在身边 我 神 之 同 喜 以 方 以 所 爱 之 神 其 神 喜 求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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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